大家好,我是小静 不得不说,减肥找对方法其实一点也不难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如何健康地瘦下来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减肥放在第二位 今天我就用黄瓜和苹果给大家分享一个减肥小妙招 我吃了一个月,瘦了十斤,没有反弹 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把黄瓜湿润一下,加入适量的果蔬洗地盐 把黄瓜搓洗一下 黄瓜是含水量最多的蔬菜,并且几乎不含有脂肪 对减脂非常的有帮助 搓洗好了之后,把黄瓜放到水龙头下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黄瓜去掉黄瓜皮 去掉的黄瓜皮,我们先不要把它扔掉 黄瓜皮中含有丰富的饼醇二酸,可以分解体内的脂肪 削下来的黄瓜皮,我们把它放入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把黄瓜皮煮上5分钟 接着再把去好皮的黄瓜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把黄瓜放入碗中 黄瓜煮上5分钟就可以了 煮好之后,先把黄瓜皮捞出来 黄瓜皮水让它自然冷却 煮好的黄瓜皮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也放入碗中 接着再准备半个苹果 苹果含有丰富的粗纤维素,对减肥非常有帮助 先把苹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也放入碗中 接着,碗中再加入两勺苹果醋 如果没有苹果醋的,可以加入白醋 然后再加入一勺蜂蜜 接着再把晾凉的黄瓜皮水倒入碗中 用勺子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了 黄瓜水中的饼唇二酸、白醋都有非常好的分解脂肪的作用 蜂蜜可以润肠通便,清理肠道 这道减脂餐有非常好的清油瓜脂的效果 如果想快速瘦下来的朋友,可以把它当作晚餐 饱腹感非常的强,七天瘦上十斤不是问题 酸酸甜甜的也非常的好吃 想要变美变瘦的朋友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非常的有效果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 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